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点还不是造型 那个声音出来是在后面就 前面的人眼睛微之一亮 微之一亮 他就是肖敬腾 十年了 他不但得了很多的金曲奖 唱片卖得很好 演出从来没停过 甚至在大陆有很多的节目 都一定要他去 最近他在湖南台的歌手当中 带了他的狮子和唱团 十年 这十年他觉得辛苦吗 这十年对他自己有什么样改变呢 我们来听听他自己说肖敬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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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头发是回归原来的颜色 来… 你十年还是这么瘦 没有啊 我变胖了 我现在已经 快60了 真的啊 我出道的时候 我出道的时候是49 他现在 49 对 那时候很瘦 那时候其实都很帥 只是现在多有一份成熟 但是那时候是野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野 野 对不对 是那个bon jovi那种rock 对…rock 老实说你一出来唱的时候 大家的眼睛都微之一亮 谢谢 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记得啊 49公斤的肖敬腾 很瘦 只是记得很瘦 没有 那时候就 就很喜欢摇滚啊 然后… 然后第一次上电视 然后这么多人看到你 嗯 然后呢 好 其实肖敬腾是有阶段性的 那个时候很会唱很会唱 后来大家发现他就是有 语言障碍 他语言障碍 没有啦 没有障碍 就是人家说你很少讲话 就怕声嘛 因为那时候刚入行 踢管就踢到 把自己踢红了就对了 没有 也不是这样 就是反正很突然 然后也不习惯这个行业啊 这样子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第一次访问他 我累坏了 因为他… 不会啦 我会… 我会… 请坐… 我第一次 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 然后… 你需要坐那么远吗 没有 没有 我跟待会儿 那个来宾已经讲好 他要坐这边 对 还是我先… 对… 对… 我先过来… 他一开始有语言障碍 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有学习障碍 我根本就是个白痴嘛 没有 但是我发现 其实 你字也写得很漂亮 我很爱写字 你很爱写字 对 我可能上课的时候 就没有特别认真学 但是我很喜欢一直写 然后我… 我会希望自己写得很漂亮 或者是画画画得好 对 今年过年我还收到他写的春脸 希望你喜欢 你知道 我有两个人送我春脸 是自己写的 一个是你 另外一个是张大春 喔… 喔… 交换一下 交换一下 好 就是很厉害 其实 肖静腾这十年 我想他 从陌生到熟悉 到自己做自己的音乐 做自己的表演 一直到他的狮子和唱团 对 现在刚成立一个新的乐团 狮子 累吗 累吗 麻烦吗 应该的 就好像 我刚入行的时候 我必须学习很多东西 很多 从不适应到 你必须要会而且很上手 然后很容易 能够跟任何人去对谈 交流等等的 就很自然的可以去分享你 深圳内心的东西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其实我觉得 在十年的这个歌坛 你现在开始组成狮子合唱团 我觉得第一很有勇气 谢谢 第二我觉得 其实一个艺人 在各种的表演 对不对 包括你演戏啊 帅 帅 照片突然 诶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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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人是怎么来的呢 有两个 我那个照片中 右手边两个是我 合作大概六七年的 蓝头发长头发 对 六七年的乐手 乐手 就算每次你来表演 其实他们都有来 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 是鼓手 他是鼓手 对 我的左边那个叫阿举 是鼓手 然后蓝头发是小强 最右边那个是力Q 中间戴帽子那个是帅头 帅头 帅头 好 由自己的这个合唱团 你觉得跟你自己演唱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就是 其实你要管到别人 其实是我们四个人 有一致的方向跟目标 然后共同去达成 同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很重要 而且四个人在一起 每天聚在一起 然后做一张专辑也好 做一个演唱会 就算是一首歌的演出 可是他是四个人 相处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 的那种情感 而不是一个 你请了一个乐手 请他从鼓上面弹奏 一个五分钟的歌 跟我们认识好几年 去弹奏一首五分钟的歌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其实这跟你打篮球一样 你很喜欢团队精神 我喜欢 是不是 团队 我觉得是一种成就 就是一群人去成为 一群人去完成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是非常幸福 其实他不是一个人 在他家里有五只猫 四只狗 对 现在九只了 本来是八只 现在九只了 有一个还这么小 现在之前这么小 现在现在这样子 还在长大 你在搬家 你的猫肯跟你走吗 肯啊 牠必须跟我走啊 猫都有的时候会跟房子 牠要习惯一下 牠要习惯一下 牠要习惯一下是吧 对 要习惯一下 很厉害耶 五只猫 四只狗 都认你吗 当然 当然认我啊 不认谁 不是因为你常不在家 没有啊 你只要有时间 就跟他们 我有时间就是陪他们 而且我们睡觉 都是睡在一起 所以 五只猫 四只狗 睡在一起 睡在一起 怎么了 我偶然 我还偶然会吐毛 跟猫一样 好了 现在我了解了 好 其实将来要跟肖金腾 一起生活的人 其实你可能有 兔毛的能力 才能够 五只猫 四只狗 一起生活 对 今天其实 请肖金腾来 我还是想了一下 如果肖金腾来 我可能就可以看到他 因为他呢 自从他结婚以后 我们就看不到他了 但是 我从来没有想到 他会是你的好朋友 因为我都从报上看了 然后 他的女儿又是你的干女儿 对 现在就不能讲好朋友了 对 因为我们的关系 已经超乎了朋友 家人了 对不对 所以 我每次都看 我就说 你做干爹的这个标准 是在看妈妈要多漂亮吗 不 是妈妈在选干爹的过程 他是选干爹有多帅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你真的 这个我要问问他本人了 真的 你问我 好不容易 今天我们就请到 特别从上海回来的 林希磊 嗨 哇 这么漂亮的妈妈 这么漂亮的妈妈 我怎么看呢 好 十年了吧 男子十年了 他最后上我的节目 什么节目 我的天哪 十几年吧 对啊 还是少女的时候呢 那时候 我们 现在还是辣妈耶 少女 少女辣妈 辣婆 辣妈 好 萧敬腾说 刚刚我说 你选干女儿 是选干女儿的妈要多漂亮 他说不是 是你选你女儿干女儿的干爹 要很帅 要多帅 也对啦 而且要有 有一个强调 要有限度 来来来 大家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 林希磊会跟你这么熟 这个 其实她已经嫁到上海去了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 来 我坐下来聊好不好 她已经把你的位置 你 你很皮 你坐地上 你让林希磊坐哪里 好 你们是怎么认识 怎么认识的 当然你 一开始是认识Summer 对不对 我跟Summer很熟 然后当初就是 我不是 跟我先生有一个品牌 然后我请 那时候她当红 现在还是很红 所以当时 你结婚了几年 六年了 六年 其实那个时候 你先生跟你是有个品牌 想找她代言 就是请她拍 也不是代言 就是拍一个专题 然后那时候 我就想应该请谁拍呢 我跟Summer很熟 然后就想说 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 你不要做那个模特儿的样子 因为老实讲 不是 不是有好朋友 不会找这么瘦小的人 那个时候你大概也只有五十几公斤 对 五十几 对不对 你们家是做同装吗 不是 他们衣服 版型都很小的 不是版型 就是她是 那种 很fit的衣服 就是蛮适合她的 很帅的女人 是啊 然后那时候就 我就跟Summer说 看你们公司有谁 我也不好意思说她 就是可以帮我们拍 然后她就说她可以 她其实心里就是想这个 对 就指定要她 所以 到她 你请她来做 对 就是拍完之后到我们家 去看小孩 你已经生了 那时候生了 刚生完可能两个月 那就是 台湾去家里吗 对 你都忘了 小敬臣 你有失忆症吗 但是你第一次看到星星 对不对 对 然后那时候 星星那时候可能两个月吧 她们就是勾着手 就是莫名其妙 因为星星那么小 她不会主动去勾 就勾着手勾了好久 然后我先生就觉得 她们很有缘分 之后就跟我说 要不要就是其他 不是 她一直说 好像不是 不是吧 好 你等一下 没有 那是之后 那是 是 来 我坐在当中 对 我看一下 对 你讲你记得 反正那比较不重要 你讲你记得了 你讲你记得了 你现在也是个娃偶像 老肖自爆 心跳加速 其实那个水平很红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 吓一跳 说不定如果我再等五年 我就不会嫁给他了 会不会就嫁给 谁 谁 你身上 听说我曾经是你的偶像 看她说你身上就会很浮夸 她们就是勾着手 就是莫名其妙 因为欣欣那么小 她不会主动去勾 就勾着手勾了好久 然后我先生就觉得她们很有缘分 之后就跟我说 要不要就是请她 她意思说好像不是 不是吧 来 我坐在当中 要不要看一下 等一下 你讲你记得 反正那比较不重要 你讲你记得了 你讲你记得了 你记得的是什么 你记得了 我记得我那天穿了一个 蓝色的长大衣 然后呢 是吗 然后非常潇洒 你只记得自己 穿贱蓝色长大衣 非常潇洒 你不记得林溪美 然后头发很长 头发很长 头发很长 那时候她拍你们照片 是头发很长吗 那时候是 我忘了 头发很长 然后 这两个人 她也忘了她 OK 然后 那个 甘女儿 我现在直接 称呼她甘女儿 女儿 她就第一眼看到我 就哭了 没有哭 没有哭 然后她就抓着我的手 这样抓 但是那是在我家 那是在她家 躺在那个床里面 躺在床里面 对吗 有 对 在家 你几岁 我 你为什么你 你现在的情形 跟我有点像 是吗 我有去过她家吗 没有 我有昨天晚上太晚睡了 对 不要 你看 现在星星有这么大了 星星现在比现在更大 真的是她四岁的时候 四岁生日的时候 四岁生日的时候 对 哇 你看那个 短头发那个多帅 好帅喔 对不对 你是在催眠自己吗 只要看到自己的照片 就好帅喔 有去开玩笑吗 好 星星其实跟她有缘 对不对 对 很有缘 有缘啊 所以其实小孩你知道 你说你要叫她跟谁比较好 其实是很难的 没错 她看到有的人就会哭 那天 那天那个 修杰凯来 修杰凯来 对 她说她的女儿 扑扑这么可爱 她的好朋友就是 昆达跟小鬼 只要一看到她们 她就哇 就哭了 我看过修杰凯的女儿 她没哭喔 真的吗 真没哭 你是 你是小女孩杀手 是不是 她没哭 她没哭 真的没哭 然后在旁边 因为我们在篮球场嘛 然后她在玩那个汽车 小汽车 瀑瀑车 瀑瀑在玩瀑瀑车 她没哭 她没哭 她蛮有那个小孩缘的 小孩缘的对不对 养五只猫四只狗嘛 对啊 就是爱心满满是不是 我可以坐回去了吗 你们俩讲话可以不声 不用抱我 你知道我把外小圈堂抱叶子 我已经回味那个画面 你千万不要抱我 我老了 我带你回去 好 其实 肖金灯很有意思 他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男孩 应该这样讲 我想你在演艺圈也看过很多人 帅的不帅的 帅哥都看过 所以你第一次见到肖金灯 你说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男孩 就是蛮实在的 而且很成熟 就是以他当时的年纪 对 就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先生说 就是要让他认干爹 我想说他那么小 还是一个小朋友 就是那么年轻 怎么做人家的干爹 但是后来认了之后觉得真的还不错 因为我老公眼光还不错 因为他真的就是蛮有出息的 干爹还要有出息 当然 因为这是要有正面的能量 正面的影响 因为毕竟是一辈子的 我不是说认干爹干妈就是随便 不是喊喊的 对不对 你怎么敢做人家的干爹 请你告诉我 其实我也有点怕怕的 讲真的 讲真的 我虽然我自己也蛮喜欢小孩 但是我也没做过这个 干爹这件事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又怕 这是不是一场游戏而已 只是一个名词还是怎么样 然后 而且雷雷又住那么远 然后我们也不常见面对不对 就当时 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后来其实 其实因为他们组织的家庭之后 就很积极的在这一方面 就回台北一定要跟干爹见面 然后过年等等 然后有节日 就一定要碰面 我觉得 其实就像家人一样 对 就是等于是像我 比如说回娘家或怎么样 但是回 就像跟他一样 就是回来过年 一定会来看他 就是让小孩从小就知道 这是 这是我干爹 这是我干爹 对 因为他常常 比如说在街上看到他 在广告他就很开心 然后 看到他唱歌电视上也会 对 然后他有一首歌 不是跟小孩子唱的吗 阿菲的小蝴蝶吗 不不 我知道 活在故事里 对 然后他每次就说 星星每次就说 为什么我不能唱 对 他一定会觉得 你唱歌有小朋友 为什么不是我 那时候 他太小 太小了 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应该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还没长大 还没出来 还没生 还没有 是小baby 还没生 那个歌应该还没生 OK 我在录的时候 对啊 然后看到演唱 我为什么不能在台上唱 我就说 呃 你还小 所以 所以跟你有责任 当他 开始喜欢唱歌的时候 你要找机会让他唱 应该那个星星的亲爸 比较想出来唱吧 我跟你讲 怎么会 怎么是你先生 星爸很爱唱 星星的亲爸很自恋 非常自恋 真的吗 我们有他照片吗 他很帅嘛 他很想当Rocker 那是他一辈子的那个梦想 我看一下他像不像Rocker 好 Sorry 你这样很难 OK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先生的照片 是喔 OK 你当时怎么会这样决定嫁给他 对不起 我这样笑是不对的 你当时怎么决定嫁给他 就是缘分吧 但是说真的 我帅哥也看多了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 遇到谁特别 他不是不帅 他其实 他 他 他 就是 他是很有正面的能量 正面的能量 而且他心地很善良 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时间吧 timing 然后缘分 其实那个时候你很红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点吓一跳 说不定如果我再等五年 我就不会嫁给他了 会不会就嫁给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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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听说我曾经是你的偶像 真的吗 是吗 等一下 等一下 肖静台 现在讲也没有关系 这个 你年少的时候 有哪些偶像 有啊 有啊 谁 晓菱啊 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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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是看他电影吗 我看啊 看他电影心脏都会跳很快 因为有一些特别 动作特别大 有些什么动作特别大 你拍什么电影动作特别大 都大 都大 对 蛮紧张的 蛮紧张的 干什么东西 所以当 当你的经纪人Summer 是跟林熙蕾很好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高兴的 对不对 当然 所以找你比如说拍照 当然要问过你的经纪人 然后再来问你 你有马上就答应吗 你可以直接打给我 你直接打给我 下次我就打给你 他不会 他不会这么不懂事 他一定会 他真的是非常讲义气 对朋友很好的一个人 所以我相信任何 他对你比较好 是吗 他对你比较好 不过他真的是很nice 对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 跟Summer讲说找他帮什么忙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帮忙 尤其猫猫狗狗的事情 对吗 请拨这个电话 帮忙针鑫 没有 其实他 我觉得他跟一般的年轻的 所谓的Rocker不太一样 因为Rocker 其实很多都是要把爱藏起来 要酷嘛 对不对 要假装很酷 要很自我 要很 可是他其实一直都不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是比较好笑 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 我很稳啊 我很好啊 对啦 你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跟你在平常下面的 是不太一样 下面 不是啦 你平常真的你在 你在私下跟你在台上 其实是很不一样 但我 因为我们没有看见 他在做音乐的时候的样子 我相信你在做音乐的时候 一定是一副很难搞的样子 不会 真的吗 我做音乐是很随和的 确定吗 你问Summer你就知道了 古妈林希磊 不准小孩看电视 你们家有电视吗 我们家有 但是他们没看过 他们小朋友以为 所以他家不能看电视嘛 他看到我家电视是开着 他觉得说 要关掉... 真的吗 他觉得电视 就应该是要关掉 对 星星会这样子 然后开始照镜子 你平常真的你在 你在私下跟你在台上 其实是很不一样 但我 因为我们没有看见 他在做音乐的时候的样子 我相信你在做音乐的时候 一定是一副很难搞的样子 不会 真的吗 我做音乐是很随和的 确定吗 你问Summer就知道了 他不是这么说的 我 少爷一定要做到好才行 我当然要做到好 当然要做到好 这肯定 工作对自己要求一定很高 但是我还是有 有时候会迁就很多事情 真的吗 可能就是一个认真工作的男人 对不对 你会迁就什么 会迁就市场 会迁就观众 会迁就 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是不容易 其实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写歌这件事情 写歌也好 唱歌这件事情 是非常自我 就像拍电影或者是选衣服 没有人 我常常在想 没有人在写歌或者唱歌 想选一首 大家不爱听的歌 他一定觉得这首歌是很好听 所以他才想唱 他才想写 他才想给别人 但是这就像穿衣服一样的 有的人觉得红的好看 有的人觉得黑的好看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是要跟自己打仗的 拉扯 拉扯 你到底要什么 你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跟拍戏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想想演的东西可能 不是人家找你拍的 对 你心目中的一个角色 可是可能一直没有到 然后商业片那么多 你到底要不要接 对 像艺术片可能就没什么人看 对 但是我觉得电影或者音乐 没有什么好或不好 就是没有 就是大家喜欢比较重要 如果你一直演戏 林熙蕾有一天说 我想出来 小孩大了 我想出来演演戏 妈妈演戏 可以吗 你会想 怎么就出来 但是我一直想演一部 爱情小品 真的 什么样的小品 比如说 比如说 穿越时空的 穿越时空 万一我到时候出来演戏的话 可能男主角就 麻烦你了 可以 可是你小的身高要 没有 热 你知道 女主角很高 哪有 她是先身高跟鞋 也要犯规 对 女主角一定穿高跟鞋的 谁说的 谁说的 女主角很多是穿拖鞋 穿平底鞋 她这样子比较亲和 这样子比较亲和 而且居家 你好好思考一下 居家 我们一定是演居家片 什么叫居家片 就是生活的片 没有 其实 其实你真的是想 你会想在拍戏吗 其实现阶段很难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 让我心动的我会考虑 我觉得 休息很久再出来 想必是一个剧本 让你很心动 对 是剧本心动 然后就 男主角当然也很重要 男主角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先选好故事 再来挑选男主角 就是为男主角量身定做吧 那就先选男主角 所以如果你 你会写歌 更会写剧本的话 你这个机会就大一点 可以 但是你不会乱改台词吧 因为我受不了那种演员 说乱改台词的演员吗 乱改剧本的 不会 我才不会呢 好 其实林希霖 我必须说她今天 真的是很开心 我们这么久没有见到 她也特别 为了萧敬腾 就来上我的节目 其实我真的很谢谢 因为我每次看到她的新闻 几乎都是星星 然后萧敬腾 我觉得你们 是有很好的交情 那我也看到一些新闻说 你还是蛮严厉的妈妈 算是吗 非常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怎么说的好不好 非常严厉 邀请歌王好友萧敬腾 来帮女儿过生日 林希霖对女儿疼爱有加 不过教育方式 可是很严厉 父母亲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其实照顾她蛮辛苦的 每天要换尿布 就是半夜要起来 但是看到她平常那样子 就是觉得是值得的 坦言要自己当了父母才知道辛苦 但是两个女儿出生到现在 竟然还没看过电视 在微博上说 现在的人太依赖电子产品了 我会让他们继续每天看书的好习惯 上学后要好好练习写字 不只如此还要求宝贝女儿们 从长第一颗牙开始 三餐都要刷牙养成好习惯 小孩子三餐都要刷牙 是不容易你都做到了 尽量做就是除非我们在外面吃饭 那就不可能 但是在家的话 在学校也不可能 所以在家可以做就做吧 因为我不想到时候他们注意 我还要带他们去牙医那边麻醉 然后补牙 那个更痛苦吧 真的 而且你要让他们养成好习惯 他们以后就是知道三餐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其实我们大人也是最好吃完饭刷牙 刷牙 就从小要养成一种习惯 但是 你们家有电视吗 我们家有 但是他们没看过 他们小朋友以为电视是镜子 所以就是 你们在他们还没睡觉前 你们是不开电视的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7点就睡觉 说7点以后就是我们自己的事 7点就睡觉 OK 等一下 因为我们制作人家里 不是他的小孩 他弟弟的小孩 他都很晚睡 但是我是说 其实小孩应该可以早点睡 对不对 小孩是一定可以早点睡的 只是看爸妈能不能执行这件事 其实你不要觉得小孩就是一直玩 玩到他突然在沙发上 躺下去 累倒才叫累 其实他们已经很累了 只是他们在硬撑着 所以我时间一定要放他们到床上 他们两分钟就睡着 7点 对 他们早上几点起来 3点吗 姐姐 姐姐6点半又要上学 然后妹妹差不多7点半吧 睡12个钟头 其实小孩子是 这个年纪是要睡13 4个钟头的 因为睡眠是在成长 那我小时候就是睡得不够 难怪我小腿总是 好像要长出来 这是真的耶 因为照医生说 其实小孩子睡眠 你现在来不及了 OK 小孩子的睡眠是非常重要 对 比吃还重要 但是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 必须爸爸跟妈妈都同心协力 但是说真的 除了他们 因为他们生活习惯健康着想 因为我们想要 有我们自己的时间 所以7点睡觉之后 就是我们的时间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也不能玩太晚 因为隔一天 你要跟小朋友一起起来 所以我9点半就上床了 你9点半就想要睡觉了 你过的是乡下人生活 你在上海过乡下人生活 你在上海这大都市 过的是乡下生活 但是其实我在有小孩之前 我就是差不多10点多睡觉 我7点 你10点就睡觉 对啊 然后7点就起来 就是 7点就起来 每一圈有7点就起来 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美女不变 还是有她的道理 对不对 是... 你的皮肤 你看你刚刚的画面 跟你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是吗 对 而且生了两个了 真的 所以你9点多中就睡觉了 对 最理想就是9点多中就睡觉了 5点半上床 然后差不多 差不多 10点就睡着 对 10点睡着 我的节目是11点 播出的时候 11点才播 对 你看她讲 11点才播 还好这不是现场 那是要播到几点 播到12点 12点 你没睡嘛 对不对 我没睡 我不可能 好 OK 他们 我的晚上11点 11点播 11点播 但是第二天的中午 11点也播 所以你如果 那我就第二点 对 如果你晚上没有看 早上11点也有重播 早上11点 你活在一个很健康的世界里 我也不知道健不健康 但是 就是一个生活时空 所以你跟她交 如果做朋友的话 她 她都很晚吃饭什么 你 不会 就有的时候跟小朋友相聚的话 就会变成要 要 就配合小朋友的坐骑时间 可能 可能晚餐 比如说 約晚餐吃6点到7点之类的 但是他们很快就要回家了 我现在已经比较好 我现在可以让她 混到10点多 在你家对不对 对 有好一点 那就是前阵子就比较麻烦 对 之前8点多 就我要回家了 但是现在可以让她 因为难得见到她 就会让她们在她家再晚一点 好 難怪星星很喜欢看到你 看到你就是可以玩 然后在她家 她就是 就弄那个就是电视 在她家看电视 而且她家不能看电视 她看到我家电视是开着 她就会说 要关掉 真的 她觉得电视就应该是要关掉 对 星星会这样子 她就关掉 把所有电视关掉 关 然后开始照镜子 所以现在有一个小孩 觉得电视是一面镜子 我的天 而且不能看手机 对啦 越晚看越好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怕小孩子 跟时代脱节 不会 你放心 绝对不会 他们会很快的就上手 而且很快的就 拿不掉了 所以能在我就是管教之下 私下 能够越让她晚间 对 因为他们以后上学 一定是iPad电脑 就是很难避免 所以 我觉得那些东西留在学校 就是做工作什么 我跟你讲 我看一个两岁半的小孩 在那打开杂志来 他就一直用手去这样 想把它放大 很想跟他讲 这是杂志 可是你这么小 两岁半你知道吗 他就想点那个想把它放大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悲哀的 因为现在人跟人之间 我们当然也是就是 吃饭就约会看手机 对不对 那小孩更可怜 我不希望我小孩是 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难得家里出来吃饭 然后小孩子在玩手机 看手机 就是 连跟自己的家人 都没有那种亲密的时间 好好地坐下来聊天 然后享受 跟家人在一起 就是进餐的那种感觉 但你要知道 蕭敬腾这个小孩 要不是去录音节 要不然就去打球 另外 他打电动也是跟真的 就是那种 是不是有很多人 然后你是什么角色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对 打电动好玩 是不是 也是团队 也是团队 团队精神 你只要团队精神 大家一起去攻什么 我们一起去 一起作战 抢地盘 抢地盘 是不是 对 很刺激 这个干爹你还想到吗 他总有点不好玩 没有耶 这么完美 除了就是太晚睡觉以外 太晚睡觉 太喜欢团体游戏 下午三天就睡 下午三天就睡 下午三天 你只要团队精神 大家一起去攻什么 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作战 抢地盘 抢地盘 是不是 对 很刺激 这个干爹你还想要吗 没有 你算是一个年轻一代的妈妈 但是你还蛮严厉的 在遵守一些老的规矩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 是最后一个跟我们的 比如说我父母亲 有一点关联的 我觉得另外一个Generation 已经跟着不搭嘎 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就是跟社会 就是完全 他们以后就是3C 科技 然后可能 不会写字就算了 可能因为 不是 这个手指头可能很长 ET for home 可能也不会打字 因为现在不是都是用讲的 对 连打字可能都不会了 那我尽量 不是 现在会找不到字 我就是 既然 这个季还是这个季 对 好多季 真的 写上去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 所以 所以 欣欣希望是 我只能要求这些 其他功课好不好 我无所谓 就是那方面我还好 就是尽力做你 就是功课 就学校上面尽力 做好你该做的 那成绩对我来说 我不会要求 这个妈每天都要刷牙七点要睡觉 可以啦 她要求功课 小孩子很辛苦 对 所以我觉得 她为什么喜欢你 到你那里 就是到了天堂 没错 是不是 又有猫又有狗 快乐的天地 可是你不要看她这样 其实她也有 她对某些事情也蛮严格的 哪些呢 没有 就是你该让小孩玩的时候玩 但是当真的要做规矩 那当然 对 所以那也还好 你也会 我会 我还是会 不错 其实 欣欣有看过她演唱会 有没有 有看过她电 你们家电视是不开的 演唱会也够了 也够了 所以她没有办法看妈妈上电视 你长大就看了 长大就可以看到了 长大了就可以看到 长大就可以看妈妈以前演的电影 或者是现在 以后要演 看妈妈以前演的电影好像不太 不太好 你看的电影 小孩长大了 心一直成熟 你看的电影 小孩就不适合看 不是每一部 不是每一部 后面几部还好 对 前面几部比较不适合 好 其实最近其实 我非常谢谢肖敬腾 今天她才从长沙赶回来 昨天晚上开会 就为了再上歌手这个节目 来 我们来看看 她带的狮子合同盘 参加的歌手 好 一首三天两夜肖敬腾唱的 撕心虐肺 这首被原唱张索友誉为 十大难唱歌曲之一 三天两夜肖敬腾唱的 这首歌 而肖敬腾在歌唱比赛节目 选唱这首歌 深情缓缓 将这首歌全市的淋漓尽致 获得全场掌声 三天两天 如果原本就这么一生一世 好三天 這次你們拼得很厲害喔 你啊 林一蓮 這次就聽說是所有歌手節目裡面 最艱難的一次 最激烈 最艱難 林一蓮 林一蓮老師 你叫她老師喔 當然 因為我小時候聽她歌長大聲 真的啊 真的 我也不能說謊 對 可是她還是很漂亮 還是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覺得演藝事業 其實這次我有去看張雪兒的演唱會 我也去了 你也去了 我去了 你去了 我看最後一場 好看嗎 好看 很厲害 厲害 而且我跟學友哥照相 學友哥是最開心的 真的 我第一天去 我也有跟他照相 他也很開心 沒有 這麼多人跟他照相 他跟我照相是最開心的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跟你照相最開心 因為第一張嘛 精神特別好 好 其實我覺得 學友的演唱會 讓我覺得他其實這麼多的演唱 幾百場幾百場演唱會 他做了這一場 是知道觀眾要聽什麼 觀眾要看什麼 他不是為自己的嗜好在做 他是完全為了觀眾 其實他準備了兩年 非常 非常厲害 真的 哪一天我在看你的演唱會的時候 我會 我有一天會傳個簡訊說 蕭敬騰已經達到歌神的境界 謝謝 謝謝 我還沒有傳這個簡訊 會不會是已經打好沒有按發送 是不是忘記按發送 沒有 我就是說 以後我要去看你的演唱會 我希望我可以發一段這樣講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其實我相信蕭敬騰 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對不對 其實你看到私下他 你覺得他最好在哪裡 跟最不好在哪裡 他總有點不好吧 沒有耶 這麼完美 走 至少我目前看到他 我是覺得他真的沒有什麼缺點 除了就是太晚睡覺以外 對 太晚睡覺 太喜歡團體遊戲 然後 我可以改 下午三點就睡 下午三點 沒有 沒有 太晚睡 很喜歡團體遊戲 有時候打球 不顧自己的體能 想打就一定要打 對 對不對 沒辦法因為 天黑了要打 下雨也要打 愛打 太愛了 太愛了 對 沒辦法 但是還是 如果心中有另外一個 就是很重視另外一半的時候 就可以想一下 必須想一下 這句話我要把它標下來 放大 你再說一遍 放大正好 放大 我把蕭婷婷這句話放大 如果任何的喜愛 遇到另外一個你在意的人 你就可以修正 這樣講對不對 是的 是的 好 希望有一天你告訴我 我修正了是因為他 好 好 這會錄下來 這已經錄下來 我還沒有回答 好 今天我 最後節目有兩個心願 一個心願是能看到林熙蕾 我不知道 你先生 喜不希望你付出演戲 但是我覺得 一個演員一定會自己還想 在退出演藝界以後 拍到自己想拍的一個戲 能夠有圓這個夢 對不對 第二個 就希望你能遇到一個他 改變掉你一些壞習慣 OK 好 我有壞習慣嗎 我剛剛 你不是有完美的嗎 差不多 好 來…今天最完美的笑盡 謝謝 謝謝 謝謝… 晚安 謝謝 拜拜 今天我約會的是在2007年 因為星光大道 魔王把自己聽進了音樂界 今天跟他一起來的 就是十年前 決定要把自己嫁掉 退出演藝界的林熙蕾 想不到兩個人 卻是個好朋友 林熙蕾 你看他生了兩個小孩 成為虎媽 卻一點都沒有變 而且比以前上節目 更開朗 更可愛 還是要進騰 變化很大喔 從第一次到我節目 除了會唱歌 大概什麼都有點障礙的聰明小孩 一直到今天 到我節目上來 你看現在紅遍大江南北 金曲歌王 而且成熟的 會在節目上 為了有些好笑的效果 而做一些梗 謝謝小敬騰 謝謝林熙蕾 特別來我節目 小敬騰養了五隻貓 四隻狗 喜歡團隊遊戲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愛心 很喜歡溫暖的孩子 我現在也二十八歲 今天我選的這首歌 是我最喜歡他的一首歌 同時我也希望他 早早有了自己的家 記得邀請我喔 謝謝熙蕾 各位觀眾明天見了 小言有約 我的心不會變 下輩子再愛你一遍